怎麼看這個東岸廣場事件延燒 那基隆民間團體已經發起了罵免謝國良的行動 其實東岸是基隆之光 過去基隆大家如果台北或者說大台北民眾到基隆 看到我們的東岸商場都會搖頭 因為真的是一個很髒亂 我們說以前是基隆支持 最惡的一個元首 那在我的任內我們運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出餐的一個方式來吸引民間的一個投資 然後也變成是基隆之光 還得到財政部的金箔獎 以及我們國家建築的這個設計的金子獎 所以也讓基隆亮起來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單純的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一個案子 那現在把它作為一個政治上的一個工房的一個焦點 我相信這也是所有基隆人不樂見的 那至於民間團體發動這個罷免 我想這是公民的一個權利 我們予以尊重 不過我個人自己也是基隆人 其實我相信還有包括我自己 對於自己的市長被公民來發動罷免 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光榮的事情 我想城市應該是要在一個穩健持續的方向上來進步跟發展 這個才是所有市民大家共同的一個期待 那新任的市長到現在也上任了一年多的時間 大家期待的是他能夠兌現他的一個政見 我想這是民主社會大家的一個共識 也是政治人物對我們選民應該有負責任的一個態度 那怎麼看明明是民間團體來喊霸凌 但是國民黨的基隆市黨部主委是說不排除呢 會來對民進黨的議員進行罷免的暴動 我覺得罷免是公民的一個權利 這是我們的法律所賦予的一個權利 但是如果把它拿來變成是政治上惡鬥 鬥爭的一個手段 我覺得就不可去了